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世界卫生祖师他的这个成立的宗旨是要全人类都能够有获得最高标准的这个卫生医疗的这种造福 可是台湾人民却被排除在外当然就是中国的压力 会议2月21号上午9点在北京举行 但主办单位WHO却在当天凌晨一点多才通知台湾可以参加 中间短短7个多小时让台湾代表措手不及只能缺席 其实卫福部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确定出席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向WHO提出申请 没想到WHO提出因为2005年跟中国签署秘密备忘录 所以得将台湾的申请提交中国让北京决策 最后结果台湾5年来首次没有出席 因为7小时前批准根本等同拒绝 国际上面的打压其实从来不会间断 我发现很多人一直枪口朝着国内 在医疗会议公然打压 今年5月20号的WHO台湾是否能出席机会更渺茫 连总统蔡英文都亲自在外交春宴上 向各国使节争取支持 但中国手段不仅如此 外交部专案报告指出 北京当局近期内切记加强谋夺我国邦交国 但又强调拉美地区和太平洋岛国 不会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竞逐 会不会锁定非洲仅剩的友邦史瓦蒂尼 外交部不愿透露只能绷紧神经 三连新闻柳婷庄据消息都看不到 好 我们来看这个猪的流感在传染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怕是什么 就是说台湾跟对岸就是一个台湾海峡 如果像这样的病毒传到台湾来的时候 台湾的猪就可能会倒大煤 所以我们很怕我们要严防 同样的中国用这种手段 是让台湾被排聚在这个选猪会议当中 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得到流感 真的如果我们感冒了 我们不是也只是把感冒带过去吗 其实瑞隆其实我实在不太懂 中国这样的打压对他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这个对他绝对是没有好处 但是他现在就是以对你台湾的不友善为最优先 因为蔡英文维持现状不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他在各种手段上 不管是军舰军级的绕台 不管是断交 不管是这种过去以来开的这种会议 连这种卫生医疗这一块其实是 这种是五国界 医疗这些五国界 卫生医疗是没有国界 但是照理说这个事情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扰 但显然就是北京把这个当作是他政治的筹码 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给你施压 去给你压力 去让你台湾人民感觉到 你这个政府好像无能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包括像非洲珠瘟这样的疫情 照理说这些疫情应该要让台湾知道 过去也都是充分沟通 对大家互动有无 大家都希望控制疫情不要扩散 可是他就是不会让你去知道 甚至于很多的一些动作都是不友善的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国人应该要一致的对外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处境上面 其实是必须要让北京这边知道 如果你有任何这些不友善的动作 这个台湾不分朝野 不分政党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是会生气的 是不满意的 强力谴责的 那北京才知道说 你不要老是一方面老先 整天想要统战台湾 但一方面却一直失台湾的民心 甚至于让所有的政党也知道说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 帮台湾捍卫 帮台湾说话的话 那你会在选举上面 你会在民心上面失去人民的支持 那这样子才会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 甚至于各政党 都会共同的为这些事情 共同一个一致的方向 我觉得台湾的处境状况 真的是有些事情 是需要共同有一致性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下的时候 有更多的谈的筹码 那支持我们的政府 我想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 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对啊 这个对岸总是喜欢讲说同胞同胞 但是台湾到底真的是同胞吗 比如你这个非洲猪瘟 你就是要大啦啦的放他进来 也不愿意通报 那么现在这个疫苗的部分 也不让台湾参加这个会议 但是有一些人就想问 小芳 那这个会不会是卫福部动作不够快 那你就知道在北京举行了 那你可以派代表专家 就在那个地方给他等着 那我比如我早上凌晨一点才通知你 反正他们的恶劣手段也很多 我们要就是随时精进我们的技巧 我们可以把专家 就先派到那边等他 这当然是一个方式 这个其实也是陈时中部长 在第一时间得知说 半夜一点得到通知 早上九点要开会 他说如果该去的话我们就去 我先来讲这个病株的会议 选株的这个会议 因为每一年的流感 它会发生的这个病株种类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年它会在全世界 又WHO它会召开一个会议 就我们今年可能 那依照去年的这个流感 今年会可能是哪一些的病毒 那我们就来选个三四株 所以我们每年自己打的时候 公费打的是三架 今年那自己打的话 四架 又四架 那就是选出来说有几株 那你打了以后 不管三架四架 其实都是有效的 你打了以后就比较不会得感冒 那这当然对你来讲 就有比较有帮助 那每一次的这个会议是隔年开 一年在南半球 一年在北半球 今年是轮在北半球 今年又是在北京 那台湾在第一时间半夜一点 得知说早上九点要开 陈时中部长是说那我们就去 那不要忘记 这个过去以来 我们的确2014年以来 我们可以去参加 但是因为我们是观察员 所以老实讲 我们就别人在选株 我们在旁边坐着看 这当然对台湾来讲是有帮助 因为台湾我们的这个健保 跟我们的公共卫生 以我们拿这个打疫苗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去年一共打了 529万6203剂 那我们的疫苗 大家还记得 前一阵子 因为卫福部也出了一些小问题 疫苗也有问题 可是我们还打了529万多剂 我们在全民的接种的 这个比例大概是22点多 那我们不是 这个不是说全民大家都来打 大家都可以不要得 不是 它是有个比例原则 特别是老的老 小的小 还有就是第一线 最常遇到感冒的医护人员 他们如果先打的话 他们就比较不会传染别人 所以这个是点针式的一个做法 所以台湾我们在打 我们用22%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 我们可以维持全国人民中的健康 这个的确是台湾公卫上面 值得让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尽管说我们被中国穿小鞋 中国在找我们麻烦 陈时中部长还是觉得台湾can't help 我们可以把我们包括我们在公卫上面 我们的一些经验 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老实讲 真的是中国真的是让台湾人 觉得是非常心寒 再回过头来讲 刚才大家有提到非洲猪瘟 中国最近这几天 在上海的电视你可以看到 他又在告诉你说 这个非洲猪瘟人吃了没关系 你只要把它煮熟就好 那我甚至于还看到台湾的电视 还鼓吹说去中国北京 你可以吃到一种特殊的料理 里面有猪肺 我想请教的是 你如果知道这个猪是病死的 然后它死前是口吐鲜血 死状是很凄惨的 皮肤也出血 屁屁也流血 这样的情况 你还敢吃它的内脏 还敢吃它的肺 人家跟你保证说 这个吃了以后对人没有问题 你敢吃吗 那中国当然 他们现在这疫情没有办法控制 他也不愿意让全世界了解 到底疫情发生到什么严重的地步 那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 人感冒的这个病株 连选株 我们只不过去当个旁观 就是观察员 去提供我们的经验 跟别人有机会一个交流 他都不愿意 那非洲猪瘟的话 是干脆病株漂流到台湾 或者是呢 就透过他们的宣传 甚至于还到这个国内来讲说 没问题哦 吃了这个死猪没有问题哦 那台湾人你还觉得 这样是可以信任吗 今天还有一则消息 是在网路上面你可以看到 他们有一个滴水观音 这滴水观音是磕在一个墙上 就是一个山上 对 那因为这中国人也很喜欢拜拜 就看到这滴水观音 信众甚多 结果中共当局就觉得 哇这信众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派了这个飞机 直接把它炸掉 所以滴水观音上半阶不见了 只剩下半身 如果宗教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你信众多 所以我把你打掉 人命没有关系 病死猪 猪我没有办法控制了 所以你们就继续吃死猪 我告诉你说 吃猪没有问题 台湾你要来选这个感冒 那个疫苗的这病毒猪 不行哦 我就是要给你穿小鞋 你觉得这样的国家 还能够信任吗 好所以说对对岸来讲 很多时候两岸 其实就是交流很频繁 不论是疫情 人的动物上面的 只要台湾真的有人感染之后 两岸交流很快就会感染过去 但是是不是因为 中国人口是真的很多 只是我们台湾人 比较重视这个 自己权益跟卫生 还有健康的时候 大家都想问 你一直讲说这个 两岸都是同胞 两岸一家亲 两岸都是中国人等等 好你要讲 但是不要只是嘴巴讲 这个心里头 也要真的这样想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 而对于说两岸之间的关系 比如九二共识 这只要遇到选举 都会被拿出来吵 但是很多人 可能对于九二共识 到底真正定义是什么 不是很了解 但最近呢 有一个网络影片很红 他是拿下 世界纸牌 魔术冠军的 魔术师吴和 他最近就是以纸牌 魔术来暗喻 九二共识 把复杂的问题 的政治议题 变成人人都能看得懂的 魔术 这不只是网友大战疯狂流传 连这个战神黄国昌都说 这是九二共识 最精彩的演绎 我们带您来看 有人觉得看到是二 有人觉得看到是九 两边吵成一团 纸牌在左右手中 快速交换 从红星二变成黑桃九 接着又把手中的牌 撕成两半 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最后打开盒子 却发现里头什么都没有 魔术师吴和 透过纸牌暗奉九二共识 轻松讨论 严肃议题 其实看完了那个表演以后 大家都会亡耳一笑 因为所谓的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 一直根本就是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台湾真的很棒 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主自由 可以让那么多的 这个艺术工作者 甚至是魔术师 他都能够把复杂的 政治议题把它简单化 这段以台湾人 限定为主题的魔术 影片发布五天不到 留言破千 近八十万元观看 留言处处是称赞 说这根本太神了 看完苗董九二共识 是最强幻术 也有香港人说 能不能再表演 一国两制两张牌 就连战神黄国昌 都留言说 这根本是对九二 最精彩的诠释 魔术没点破 弦外之音 却让不少人看完苗董 三零新闻 胡逊 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 真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常常看我们节目 也都很能理解 就是说对呀 你总是做一套说一套 像这个疫苗的事情出来 从朱温再到疫苗的时候 讲到安全 真的是不能打折扣 是健康的部分 因为疫苗的问题 其实疫苗 当然开这个选出会议 事后会牵涉到什么 我们要去采购 要预购 否则你明年 哪来了这么多疫苗 突然之间就说 开始啊 健保啊 给付啊可以打疫苗啊 或者什么样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你定下来是选出会议 定下来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准备了 我们就要准备 要去跟世界 不只培养 还有你要到国外 各药厂开始要 采购 针对那一个 它要生产 然后我们要针对 那个选定的猪要去采购 所以这个会议当然是 你有参加没参加 当然是一个重要 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能不能动足鸡先 对不对 对因为你可能 甚至于说你去参加 你还可以表达一些书面意见 或什么 我们的认知可能是 下一个年度以台湾 或是各地区的 你应该选什么 台湾的经验可以提供 我们可以提供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大陆这一边 你很清楚是技术性的打压 绝对是技术性的打压 你认为说 半夜一点给你 你搭最早的飞机 五点多飞到那边 你认为你参加吗 来不及 我告诉你 他随便跟你说一个 你记不记得大陆 常坐飞机都知道 动不动就给你一个 莫名其妙什么管制 航管什么 就是让你在停机名等很久 或是什么样 根本不让你靠桥 你也进不去嘛 而且刚才讲说 我们为什么不先去等 台湾的官员要过去 这还是要 需要他们准批的 不是 你要过去 你要过去 你要事先 他没有给你核准的时候 你不能进去 他不给你签证 你也进去 他就有很多的技术性 他不可以去干扰你 你之前去 他签证 你去办签证 他问你干什么 我要准备去参加那个 他签证根本不给你 现在的官员 他不会亲眼的给你签证 你没有邀请 我不给你签证 你也事先去不了 这不是说 你还可以去 你到大陆 你来干什么 我们要参加这个选租会议 你们还 邀请还没有发给你们 对你们不能拿出来 根本不给你签证嘛 所以这个技术性的打压 那当然 我觉得大陆面对台湾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必须去了解一些事情 就是说 你对台湾人民的认知到底是什么 请你这样打压 你要跟我们谈和平的问题 和平统一的问题 哪有得谈啊 因为你的手段做成这样 实在是 当让我们的人民全部都是恶感的时候 你要谈什么和平的问题 你要谈什么问题都不用谈 对啊 你说你要跟我签和平协议 我现在我可以相信吗 不是 和平协议 你连疫苗都没有要让我好好的了解 这个事情从头到尾 我都认为和平协议是个假议题 从头到尾我都认为 那是不可实现的问题 那为什么吴敦毅要谈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嘛 所以你看那个国民党的网页 不是被大家骂死吗 但是你看他第一条 维持中华民国主权完整性 你光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我不可能签嘛 你对啊 对啊会跟你签 中华民国有完整的 那个主权完整性吗 中华民国四个字就不会出现 对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说 大家讲什么对等啊 或是怎么样 而最简单的一件事 难道说这个和平协议是海峡会跟 那个海协会跟海机会签完算数吗 连那个服帽签完的都可以 大家都不要过了 你说签这个可以算数吗 所以我觉得你涉及到 主权立场的时候 这两岸根本就是没得谈的问题 所以我也认为 其实和平协议从头到尾我都认为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假议题 是一个国民党初选的假议题 九二共识现在也一样 九二共识经过习近平 经过他们的再确认以后 我觉得九二共识只剩下四个字 叫各自表述 表述什么 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 现在两岸到底在表述什么 九二共识到底有没有 现在变成各自表述是在表述 九二共识 是两岸共识 还是国民党片面的主张 还是大陆的定义 所以变成你都不一样 越来越复杂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刚的那个魔术 大家会一直想要来看 所以我说九二共识 现在是国民党的说法 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大陆那边是说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那是追求和平统一 那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 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 各自表述 因为表述的过程 不管谁的表述 都不是两岸共识 这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 就国民党所表述的 不是大陆接受的共识 大陆所表述的 已经不是台湾接受的共识 更不是国民党接受的共识 换言之是什么 两岸共识至今为止 九二共识 现阶段绝对已经不是两岸共识 所以国民党现在面临 最大的问题是 九二共识你要不要宣布说 那是我国民党片面的主张呢 因为大陆已经告诉你 那不叫九二共识 那现在怎么处理 我觉得所以 九二共识的问题 谈到现在 我觉得它是一个国民党 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一个国民党长期坚持以来 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笑话 到底要怎么处理 来 易富科认为 小平 这是两岸之间 比如说九二共识 是你们要面临最大的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反而是反过来 国民党人都认为说 两岸问题是蔡英文最棘手 必须要对人民说服 说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的 三个蔡英文 柯文哲如果选的话 跟国民党的提名人 都有困难 在习近平的压力之下 第一个 今天为什么蔡英文的民调偏低 他选择对抗 那大家 显然他没有占到上风 有多一些 可是还不足以当选 对吧 这个大家很清楚 整个局势 那国民党的时候什么困境 为什么韩国瑜的民调 可以三十五最高 然后相对 他比朱立伦坚强一些 他有讲一中个表 老共会不会理他 不会 他的难题是 如果他被征召之后 老共拟不理他 国台办前官员都跟你讲了 我就知道同意他 那个是他征召之后 现在他是高雄市长身份讲 他讲 所以他维持高民调 因为中华民国派 还是很多人 在台湾 你们同意 这是韩国瑜 跟未来或其他人 选总统的困境国民党 然后柯文哲的困境是 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 老共拿他混过去 他维持他的高民调 可是老共说 要逼他承认九二共识 他不讲 跟讲 今天柯文哲只要讲 九二共识 他一定会落选 你也同意吧 所以 所以白 绿 蓝 都有困境 那国民党 再回到国民党该怎么办 其他两个我就不管了 不是我的党 他说 齐静明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如果朱立文在当时 二十小时之内 他七十二小时才讲 他讲一句话说 中国人也不要为难中国人 那个情况就不同了 今天我再回到说 什么叫九二共识 现在已经没有共识了 因为你不让我 国民党表述 一个中国原则 我同意国民党 可是却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对不对 其实习近平是压缩了 你们国民党 几次的机会 我同意 他现在叫做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化 是不是 对 那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化 你不让我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你不让我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那就没有共识了 国民党也不承认就有共识 从 我是国民党的少庄 他一个中华民国派 我讲这个话 好 因为就是刚刚 低福哥讲的嘛 你第一条 要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这个兑换 他根本就看到 眼睛就觉得很刺 当然里面也有创造模糊 也不必 你也让我们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是习近平要想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让我维持 你不让有我各自表述的空间 我们选举是不会赢的 在2020的总统选举 国民党的代表人 不管是谁 王啊 猪啊 还是韩 或是吴来选 所以 国民党也不能一昧的 就是 好像默认 默认的话 你的票 你九二共识往 一国两制移动 我们票会变少 对 因为你已经无法 你就不是中华民国派了 好 那所以 一国就是只有 最按他想要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国民党同意 可是 我们司令的一部分 我们不同意 对 那所以 你在重点 就看到韩国瑜的政见 他说 他是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我认为 你这方面是不可以退让的 你先攻击 一中个表 现在看起来 韩讲这个话 等于是对习近平的攻击 我不默认你的 一国两制话 那大家再来话 跑来可以 你记 我退 我记两步 退一步 再来谈 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做的课题 各个总统候选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对于国民党 他所面对的就是 你接下来 你要选举 你所选出来的总统候选 总统总要讲一下 你的两岸的立场是什么 比如说 因为总统就非常明确的 在接受日本的产经新闻 专访的时候 特别点到是什么 他说 台湾的重要性要让世界看到 所以他说我们要让国际了解 台湾存在的重要性 台湾是地缘政治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二台湾在全球半导体 及许多高科技产业这有非常重要的 关键地位 第三就是台湾对民主人权价值的坚持 跟一个典范 所以希望在安全保障跟网络的安全当中 希望能够对日本来讲 跟日本的政府 也能够直接来进行对话 所以如果要补充的就是 现在国际两岸之间的问题 你从这个疫苗 应该是说从珠瘟再到疫苗 再到接下来我们的安全的部分 其实台湾如果真的被排除在外 我觉得是全世界 台湾就变成一个破口了 我补充一下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 蔡英文的他不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吗 维持现状 我想蔡英文他绝对没有要去挑衅 他从一贯这三年来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九二共识 今年的一月二号 习近平给了最清楚的答案 过去北京中国没有讲的是 这个一个中国是什么东西 但现在讲得非常清楚了 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来就是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等于一同两制 在一月二号习近平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是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 也是总书记 共和党总书记 话不会轻易乱讲 这些都是文稿 乱写乱讲会出事的 所以基本上他已经定了掉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问题也就在于说 当已经确定的这么清楚的时候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未来你可以看见 国民党在面对跟两岸这些交流的时候 你的中华民国在哪里 你能不能拿得出中华民国出来 对方会不会承认你是中华民国 包括你任何在你的公开的座谈或什么场合 国旗能不能出现 如果国旗能出现 那表示他有尊重你 但是我可以预见 未来不会出现国旗 也不会有中华民国 选租会议你要当观察员都不让你去了 任何的文字都不会出现 所以我说 当中国用这么强势的方式 在打压你台湾 这么强势的在 殲灭你的中华民国的时候 那台湾的立场在哪里 所以我意思说 从来以来都不会是 如果你说蔡英文没有务实吗 我认为他很努力在务实做 但是他 中国北京要的是你投降 你就完全照我的意思 我讲一个中国 你就讲一个中国 我讲九亿共识是一国两制 你就接受一个两制 进入到我的时程里面 我的统一时程进来里面 但是台湾人民要思考清楚的是 当如果进入这样的旗程的时候 未来台湾的自由民主还有办法吗 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政论节目 还能继续做吗 未来的香港话 是不是会出现 我们的自由民主 是现在台湾最珍贵最珍贵的资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必须要很珍贵 我们这些资产 不是我们现在的总统 或者是民进党政府 不愿意去让步 而是有一些部分是没办法让的 我认为国民党应该有责任 我们是同在一艘船上 我们应该一致的对外 北京不合理的打压 不合理的对待 我们要强力的反应 让北京知道 不能这样对待台湾 你这样对待台湾 国民党 民进党 大家都共同有意见 这样我们才能够让北京更有压力 不去对台湾做出更恶劣的事情 其实在国际 包括之前欧盟 包括美国 都在声援台湾 必须维持一定的主权 或者是民主的价值的时候 其实台湾内部 确实真的应该要团结 来前进另来过 你只要扫描手机QR Code 就可以进入我们在YouTube当中的 前进新台湾的 Live直播现场 你可以把你的看法跟留言 写在底下 我们会选取你的意见 成为我们讨论的部分 那么包括其实我们来看到 对蔡英文来讲 作为一个总统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主权要维护 台湾的所存在的价值 民主价值要让世界看得到 而对于苏贞昌院长来讲 他上任50天 而这50天里面 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到外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带你来看 苏贞昌这50天 内政匆匆匆 而对比另外一位政治人物 就跟我们讨论到的韩国瑜 韩市长到底是真的 自己身体不好呢 还是利用这个请命假 告假 可以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 比如说大家问他 这个有关于 要不要选总统的问题啦 或者是说 这个灯会办得没有屏洞好 这些啦 我都休息一下 我就可以避过这个风头 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 我要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进新台湾 前进力量 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 如果你有想要留言的部分 可以扫描QR Code 直接进入我们在 WooFood上面的聊天室 我们会选取你的意见 比如说一个飞弹 直接打北京 消灭中国共产党 网友的创意真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 一切以和平来解决 是最好的 只是除了外交 这个蔡英文总统 要好好的负责 国防安全跟外交 要做起来之外 苏贞昌这个号称 冲冲冲的 这50天到底冲到哪里呢 这一支短片 模仿这个语音 这样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这50天 苏贞昌真的做了不少事情 带你来看 50天可以干嘛 50天可以让高中生 全力出自拼职考 50天可以让大学生 用来跑步还一次导 可以用7749天 闭关练功 还多一天可以洗澡 速贞昌50天处理的事情 却多到让人吓到 批准太空计划 第三起量太空产业 由政府靠 以藏检证 变民首客不再觉得超困扰 承诺新人选战 对手金山冲浪基地一起打造 建设不分蓝绿 核定台风74号连接国道 增加18台F 光机扫描旅客行李公关效率高 确实外籍旅客拒绝罚款 不得入境说到做到 提升海巡警销医疗福利以后 根据人一样好 改变低头面稿模式 用动态影像做实证报告 提出专法要让同性伴侣 也能登记结婚白头偕老 补助农机让农民工具负担减少 协调后运业让假日农产也能运销 7000家企业专心拼经济到齐 林登工厂继续补导 辅助辅导菜换老车改善空屋体量 基层辛劳 三岁及女爸妈可以一起领留职 庭亲津贴照顾双宝 光面玩都头渴了 是不是该让小编放假去和巴黎岛 苏贞昌第一天接隔回 让大家笑他太老 第五十天记者问他体力怎么这么好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政院 认同麻烦按赞分享 至少也留整年 让政府再为台湾充一整年 好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最后Annie 大家都觉得这是两点 就是苏贞昌这五十天 穷穷穷 当时刚上任的时候 有人还嫌他太老 但是现在已经穷到记者说 哇 你的体力这么好 但相对于苏贞昌的好体力被赞美 高中市长韩国瑜 选完之后 这个身体为样 好像一直都没有康复得很好 他是说很忙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 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 说实话还都真的很忙 也没有谁看起来是真的 比较清闲的 比如说就像韩国瑜 他休息了几天 从访问回来之后 现在休息了几天之后 今天他首次要开会是什么 高雄市的两岸小组首次开会 韩国瑜宣布月底要访 陆港澳拼经济 但瑞德哥我们来看 苏贞昌这个年纪 大家觉得不是问题 冲冲冲 但韩国瑜这阵子以来 这常常请假 请假到网友都帮他做了记录列表 对 没错 那么苏贞昌院长 今年71岁 那么从接任到现在 冲冲冲冲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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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冲汉人席 他刚才已经说很多了对吧 你们各位还没有注意到 刚刚讲的那个小编 其实是有押韵的 也就是说 看起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好像很简单 其实都是有事先押韵 押韵的话就表示要去找那个词 那么他做汉人席 我没有看到苏贞昌院长 游进登库必须去玩巴厘岛四五天 我没有看到苏贞昌院长 甘摸咖 必须也不知道他那个公文上面 千空出那个事情解决的没有 必须回官邸睡觉 然后我也没有看到 必须苏贞昌院长 必须在家里修炼 归习大法 你知道吗 人家来办的这个棒球的公益活动 因为这样人家特别到 你市政府来拜托 你答应人家你不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韩国瑜市长的体力那么差 然后他对别人外界说 他是这个林黛玉 他非常的生气 还有人说钢铁人 怎么会是林黛玉 那难道是钢铁人版的林黛玉籍吗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你必须现在才上任两个多月 你自己你的身体 还有四年 你身体的体力一定要想办法 不因为他瘦 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运动 但问题是看起来比较苏贞昌 两个人差多少 你知道吗 人家在乔乔乔乔 苏贞昌事情也没有做得比较少 韩国瑜今年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是62岁 然后苏贞昌71岁 整整大了你快要9岁10岁 两个人体力怎么差那么多 然后你如果在家里修 这个归习大法的话 照理来讲你已经是休息完毕了 是不是要把你自己的行程 有些比较 没有跟市政有关系的行程 稍微减少一下 也就是把一些公益活动 跟高雄市有关系的 你去拼近自己新加坡 那个马来西亚 我赞成 你知道吗 但有些 有些活动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些活动 比如说 马上要选去 带人骑台这 骑台对国民党很重要 但对高雄市不重要 你知道吗 因为高雄市民 希望你高雄市跟高雄市 赶快在高雄市这个地方 赶快这个拼活动 好 你如果一定要去替你高雄 国民党籍的立委 不选候选人站在 OK 那你的前提是 你的体力要好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因为 有体力去帮人家站在队后 你自己本身小红 我自己本身撑不下去 另外有关于这个 这个行政长苏恩昌 哔哩巴拉的讲一大堆 其实我们在本节目也跟各位说 当国民党为了这个总统大选 争权夺利 大家台来台去 大家到底是要三七分 还是五五开 还是全党员投票 还是全民调 我们看到的是 大家都想尽办法来抢总统大位 一人就全党 把这个韩国瑜剥掉以后 你国民党有改变吗 我看不到 我真的看不到 中国国民党有什么改变 我只看到争权夺利 我只看到大家抢着要当总统 你知道吗 我只看到这个 这个跟以前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但是刚刚我们前一段 不是讲到 中共故意搞飞机 今天上午的会议 凌晨才通知函给你 对不对 邀请函给你 故意的 包括你国际疫苗 相关的都不让你参加 各位 苏贞汤做了一件事情 我个人非常有感 为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所有 尤其是从疫区 非洲猪瘟过来的 比如说港澳 中国 全部都要减 你知道吗 然后不断地改 你的罚则 对不对 罚则从一开始的 毫无一两万块钱 后来增加到二十万 后来要一百万 然后干什么 而且如果你不叫 你完全不准进来 这样对台湾各位 我们才能撑到现在 中国 我记得大概快两三个礼拜之前 好像有一个新闻 那么有关于中国 给小朋友打的疫苗里面 感染了艾滋病的病毒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想尽办法 要小红 要消这个新闻 要把这个新闻 一个盖掉 更不要讲非洲猪瘟的问题 盖进来的 还有寄进来的 里面的香肠 这些竟然有非洲猪瘟的病毒 各位 你也不要忘记 若干年以前 中国送给了我们一个大礼 叫做SARS病毒 到现在是化学武器 还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台湾为了这个 死了八十几个人 我们当时跑这个新闻 连公司什么 都叫你不要回来开会 对 外面的记者 只要去过这个仁爱院区的 我们公司就叫我们 直接那个时候在外面 连我们坐机轮车 连我们坐机轮车 在车子里面不小心 咳嗽了一声 司机马上敏感的 把那个窗户就打开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要带N95 那是怎么来的 那不就是你中国 惹的祸 造的孽吗 所以他现在 竟然从这个地方 那么也跟各位 预告一个东西了 刚刚小平说 因为蔡英文两岸关系 弄不好 所以民调一直掉 刚好相反 蔡英文本来在选举以后 去年我们以为 他们已经没有政治前途了 1月2号 因为习近平的一国两制 现在已经讲第三遍了 一国两制 然后你不要忘记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已经又讲一国两制 甚至于还有 中国的相关专家 直接告诉你 台湾保留的军队 只剩下宪兵 其他全部解散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 没有这个国家 没有这回事 然后所有的一些 可能连我们跟美国 买的这个新竹 热衫铺爪雷达 很可能倒过来 撤美军 你知道吗 所有的一切 台湾 所有的一切 变成人家的附庸 变成人家 我们干脆投降算 你知道吗 一国两制的结果是这样 而他现在不接受 什么一中各表了 他现在直接 一开始 还在那边 拗一大堆 可能他讲说什么 这个 一国 这个九二共事呢 是怎样这样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 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 所以各位 很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那么中共又会夺走 我一个邦交国 跟我断交 你知道吗 因为花钱 现在正在进行 然后断交了以后 我问你 在此时此刻 相较于中国国民党 在那边 有人要和平协议了 有人要干什么了 结果中共如此对我们 连疫苗 那个世界大会 都不让我们参加 然后又要断我的邦交国 对蔡英文跟民党政务 是加分还是减分 好 对于这个人民 自己对于安全 或者是健康来讲 台湾以现在的知识水平 跟生活水准 我相信没有人是可以让步 或是我往后退一点 没关系 又或者是说 好 我就让中国当代表 选租会议 我不要去 我们听他们的二手传播就好了 以台湾的医疗技术 跟科技技术来讲 我们根本不愿意吧 也不会相信对岸的技术 会比我们好 那每年有多少人 到对岸去工作 甚至于想尽办法要回台湾 要用台湾的医疗 用台湾的健保 但是我们想问就是 台湾医疗很好 健保也很好 但是为什么 韩市长的身体不太好 真的不好 还是假的不好 小包你来看 这个是网友帮韩国瑜做的 说他之前因为喝酒 直播就休了两天 然后还记得过年的时候 到巴黎岛 去好好的休息了五天 那么他出访回国 又休了三天 但休完假之后 大家想问了 你是不是要到台北 要来帮忙辅选 所以是不是辅选出国 是一条龙 市政做事就一条虫 那么怎么要到台北辅选 病就好了呢 但是韩国瑜今天也很深 昨天被问到 他也很生气 他说什么 他曾经没有感冒 虽然不是钢铁侠 但也不是林黛玉 而且这个林黛玉 真的是要开始做事了 他的两岸小组 今天首次参开会议 他就要到对岸 要去访问陆 港 澳 要来拼经济 其实我相信 你觉得他是身体真不好 还是以撑病 来回避一些敏感的事情 我觉得当然这个是现在 因为他是当红炸子鸡 特别是他含粉 这个话筑也 跟当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当然各种可能性都有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候 因为他前任才去新马 那跟他去新马的时候 除了他告诉大家说 他签了什么MOU 卖了多少的这个水果 而大家的焦点都在问他说 那你什么时候要宣布 你要不要选总统 对 那在国内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调 全部都把他拿来 因为他没有宣布说 他要选总统 而且他是在去年的12月25号 才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可是呢 你看到现在国内的这个政坛呢 几乎就认为说他已经是2020 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 当然候选人了 特别是国民党现在 你如果掐指算算 国民党现在可能要参选 这个2020总统大选 到目前为止 大概加起来差不多有半打人 那就六个太阳半打人 那在这样子一个紧绷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现在 他之所以会生气 我觉得他父辈受敌 其实也有关系 他面对了有这么多的韩粉 支持他 拥护他 希望他能够来参选总统 可是面对呢 不管说是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确实有很多很多 暗潮汹涌的一个力道 不过回过头来了 我觉得这个 以韩市长他的本职 应该还是在市政工作 至少以市政工作 你能够立竿见影 给大家一些的 这个高雄市政府 你如果讲过去不好 那过去这20年 这个民进党都没有做好 所以你现在好 给了这个国民党 给了韩国瑜机会 那韩国瑜应该好好 来做一些的这个事情 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看到很多都是 哎呀 他被吐槽了 他又被打脸了 那但是他都无所谓 那韩粉继续拥护他 也没有赛马 也没有摩天轮 也没有迪士尼 然后这个爱情产业链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要赶快 把你的市政巩固起来 但却在这个时间点 很矛盾的是 韩市长过年的时候 出国休息 练龟席大法 前一阵子因为去这个迷陀 就晚上这个直播 后来又去迷陀的迂会 然后也很累 后来本来是应该去议会 然后说了公出 又去练龟席大法 然后这次去新马回来 又很累 然后回来又练龟席大法 那但是他练龟席大法 为什么 这个国民党的韩国瑜 很需要练龟席大法 不是蓝绿政治人物的形态查队 我想因为韩国瑜他过去 这个应该是从过去以来 一直到现在的习惯 他过去当立委的时候 他的质询的次数就很少 也没有口头的这个报告 然后因此呢 他在政坛消失了这么十多年来 那也没有人给他特别的照顾 是后来好不容易 那才会有北农的总经理 才让人家看到 这有扶龙王世坚议员 那才让人家看到说 韩国瑜 这边你看他过去 包括选过国民党的这个主席 然后包括曾经也想来选台北市长 那这些其实他在政坛当中的打滚 其实是不顺利的 那不过时事造英雄 韩国瑜现在的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身体不好也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 就是靠这些粉丝挺他就可以撑过去 让他好好休息就对 粉丝挺他 老实讲 我觉得已经挺出真爱来了 现在全世界都有 这个各地都有韩粉 前一阵子你看 他在国外的时候 有人在新加坡 在委内瑞拉 然后在加拿大 全世界各地 全部都有韩粉挺他 然后到现在我在网路上面看 原来现在两岸和平的救世主 不是习近平了 国民党现在已经被中国定杆满头包 现在以后就是习近平要去 对不起 韩国瑜要去带领习近平 要来完成这个中国梦 这以上不是我讲 这是网友 他们已经做出一张图 开始办这样的活动 好 所以说对于国民党来讲 现在面临的是不是一个党内初选 就变成是蓝营分裂风暴 即将上演呢 韩国瑜是不是反而会成为 王金平朱立伦跟吴敦义之间 非常重要的决裂关键角色呢 我们要回来更多讨论 对韩国瑜来说 他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宣布 他要参选因为毕竟他刚上 骚雄市长也才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呢 他的存在尤其是高民调 就像刚刚我们来宾所讲的 韩国瑜现在连粉丝遍布全世界 连对岸中国人都很喜欢他 甚至他的影响力都要压倒习近平的时候 国民党的天王们当然担心 所以为了韩国瑜 是不是现在搞得 国民党正面临分裂 或是已经分裂正在进行事呢 现在来看这个报道 你要站在他旁边凶 师岛台北市实验学校 柯文哲了解学童就学发展 二八廉价全台爬爬罩 走一以上工总算专心市政 但是跟韩国瑜一大一唱 被解读是2020 两人相互拉台 所以说人家说民进党只要拱韩 四个太阳就不见了 然后公民党拱柯 他小英就受到威胁 天啊 其实我们两个都 我发现我们两个都在做我们自己 那你有可能跟张善政合作吗 真的是外界想太多吗 光是喊了两个多月的柯寒会 至今没有成型 但是柯寒另类南北二人组 却始终是焦点 那我去每个地方 也不见得跟每个人见面 这很奇怪 自然就好嘛 就时间 时间到了就会见面 天跑行程的结果 你网络声量还是不起韩国瑜 每个人做他该做的事情 这样就好了 你来我们活在 我是来当台北市长 不是来当那个部落客 柯寒相互拉台声量爆表 不仅让柯文哲维持高声量 他国瑜也超越来营太阳 吴敦义顺势抛出二阶段征兆 甚至王金平也呛瞎说 要参选到底 支持着甚至准备 独立参选严肃输 来面临分裂危机 这是一个假议题 我才是真正有能力 来团结国民党的人 来营内部可能会有分裂危机 你怎么看这样的原因 我讲过 我是最有能力 来团结国民党的人 王金平跳针 回应自己才是最强棒 柯寒笑应 逼得蓝印内部产生质变 形成更大的茶壶公报 三天节目 方伯峰 陈亚豪 台北参谋导 对国民党来讲 韩国瑜的存在 是不是真的让太阳们 都相形失色 不只是这个苹果日报 说国民党现在 陷入分裂危机 中国时报也说 蓝的天王总统梦 初选争招搞不定 所以提名大乱斗 王金平一说要参选到底了 那么朱立伦说 如果够强 就没有争招的问题 提出二阶段的周习伟说 成功不必在我 至于马英九说 不知道王在说什么 那当然韩国瑜最重要的是 最终决定会跟大家报告 所以小平 你们现在真的是乱糟糟 我们是一个乱中有序的政党 你觉得你们分裂了吗 为了要提这个总统初选 到底两阶段还是初选 还是征召什么的 如果提最强的人 有胜算的人 那而你民调不够的人 去选的话不会赢嘛 那谈不谈分裂有什么意义 应该是说提最长会赢 再考虑有没有分裂 而不是还没分裂 就选不过人家 这是两种状况吧 你看坏现在的朱立伦 韩国瑜参选当然有他的不正当性 因为他只当了两个月的市长 对不对 可是覆巢之下无完软嘛 你中央政府你还是没有重返执政的话 你刚刚共事长又能有什么样大的建设 要中央政府配合的第一件事 第二 选举是一定要选赢的 不是要选输的 今天这几个太阳 我不要特别点名哪一个 今天只要有任何一颗太阳 是跟柯文哲的民调是平手的话 我认为就没有什么人会拱韩国瑜征召这个事 我在讲像柯文哲就讲 我们最大的心腹大胖是柯文哲 很清楚对不对 他民调很高 年轻人很挺他 柯文哲说 拱韩的结果四个太阳不见了 他刚刚讲的第一句话 是 他又说拱柯的话 小英就好像就很难选了 那他为什么不讲第三句话 话要讲完 是 那征召韩国瑜 那你怎样 怎样 你的处境怎样 你柯文哲嘛 因为他的民调以你六七% 那他为什么不讲 因为他当然讲 当然讲他他强的东西 比他强他就避开嘛 征召韩国瑜你觉得他会怕 这个意思 是今天最不希望韩国瑜出来选的是谁 民进党还没有那么不希望 朱立伦啊 这是党内嘛 那那个党外的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对吧 你认为柯文哲喜欢跟朱选还是喜欢跟韩选 当然喜欢跟朱选嘛 这也是事实 好 我觉得应该还是回到那个啦 即使不正当性 我再强调一遍 可是选举没有办法是 只有他有年轻票跟中产阶级的竞争力 这小明也是属于同意要征召韩国瑜的那个人就对了 我直接这样问 我就呼吁 在演节目上呼吁 吴敦玉征召他 也不要二阶段 你不能第一阶段办完以后再征召 这等于形同换柱 那另外六颗太阳该怎么办 好 不管几颗太阳 就程序 我还要谈法的程序 对不对 就是征召算是主席的特权 对吧 也是提名方法之一 当然很特殊 能不用最好不要用 那通过不用党代表大会通过 而是中产会通过 我相信中产会 吴敦玉是可以贯彻其意志的 因为三分之二是他的人 征召不需要到全国党代表大会 不用不用不用 要啦 不用不用不用 中全国党代表大会是确认最后 提名人的最后机制 决定机制 征召 征召是 征召是选举的办法之一 当初党代表大会提出了 修订提名办法 当然有征召这一项 当然我们可以再查 我的认知是 反正就是连初选都不要直接征召 哇那这样子 义富哥你来看 国民党一定会乱成一团 谁会服气 基层 欢迎回到天津新台湾 我们先看韩国瑜 真的是韩粉威力无穷 而韩国瑜的韩流 也是魅力无法大 比如说像这个之前 我们讨论过的 韩国瑜请假变成 公出那时候说是物质 然后就说要请市府的同仁 再更改 结果最新的这个会议出来 他一样是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市长韩国瑜 公出 然后由副市长李四川来主持 所以一样是公出 但是好像大家也没什么批评 然后就说他身体不好 管他是真的不好 还是假的不好 反正就辛苦了 休息一下吧 就感觉上 同样是政治人物两套标准 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在国民党内 这个声势就是高 所以对天王们来说 义父哥黄金瓶直接说 我义不容置 我参选到底 但现在你看 包括小平在现场 直接就讲 就是征召会赢的那一个人 不然不会赢有什么用 我觉得一件事 这个事情 当然天王之间里面 还有很多的变数存在 那刚才小平说 征召不征召的问题 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 到底要不要进入初选阶段 你进入初选阶段以后 你韩国瑜会不会去登记 我想如果进入初选阶段 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韩国瑜不会主动去登记 博弃离票 所以怎样等招 如果说你整个初选机制 已经开始进入程序的时候 你就照着走了 就是党员三层投票 然后民调基层决定了候选人 那这个出来了之后 最大的问题是 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是柯文哲参选的因素 决定要不要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从头到尾柯文哲都不出来 干嘛要二阶段 韩国瑜的问题是奠基于柯文哲的问题 如果柯文哲不选 没有韩国瑜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柯文哲出来以后 那要不要进入二阶段 它是一个最大的争议 我拨不会 他说他要选关公 你拨不拨过了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竟然没有怀疑过柯文哲想选 司马赵是新入人界之类 所以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柯文哲如果出来 你进入二阶段 要怎么进入二阶段法吗 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一件事 不要忽略吴敦义的决心 三个字词加起来 制度化程序 不会像上次换柱 然后不排除二阶段或征兆 其实加起来 可能就是在国民党的 全国党代表大会 直接做个决议 就跟你二阶段 或是说未来怎么样 直接就跟你做决议了 然后